好,那我们就继续上课 那我们来一起想一下这个问题 好,就是说 现在你跟你的邻居 你住在一个小镇 总共有1000人 那你们整体来说 很想要有一个喷泉 盖在你的小镇 那这个喷泉呢 每一个人 就是都认为这个喷泉 对他有这个10块钱的价值 所以他每天经过他 看了之后觉得好爽 这样子 然后总共totally这个价值 价值10块钱 那他们就找到了一家这个厂商 厂商说7000块 就可以盖这个fountain OK 那这个镇长就想了一个方法来募捐这个fountain的这个钱 就是用一个帽子 然后这样传下去 每一个人就把钱丢到这个帽子里面去 然后最终呢 可赖了3000块 OK 那这边总共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should the fountain be built should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问说这个fountain应不应该被盖 什么叫应该 就是说这方能盖下去之后 这个total的value大于cost就应该 那这里total value是多少 10块钱乘以1000个人吗 所以总共有1万这个价值 那成本呢7000块 所以显然是应该盖的 OK 那 呃 what happened 就是为什么 呃 但是我要7000块嘛 只到只收到3000块 所以显然第二个问题是 will the fountain be built 显然答案是no fountain就不会盖 因为只有3000块 那发生什么事情 你想想看假设你是这个 呃呃这个在 这个镇里面的人 然后你拿到帽子的时候 你看不到里面有多少钱 ok 那可以拿到帽子 你的想法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捐1块钱的话就会达标了吗 7成1000的7000块对吧 那你觉得你会捐的比7千7块钱多还少 觉得会捐的比7块多的举手 比7块少的举手 啊为什么捐的比7块少 逻辑是什么 后面两位同学 都已经拿到东西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可以大声点吗 OK搞不好有人觉得比7块要多这边呃大概逻辑是对的 但关键在 总共有多少钱的话可以盖这个房子7000块吗 那也就是说这个帽子如果如果这个可爱钱超过7000块什么意思 就有部分的钱就浪费 对吧 那 那也就是说假设已经里面有7000块 假设 或是我预期到未来后面的人会捐加钱会超过7000块 那我捐多少钱就不重要 反正方等都会被盖 反正我那方等盖了之后他可以说 因为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谁捐了多少吗 更不要说就算知道谁捐多少 我也不能排除说你捐太少你不能看这个 横权 对吧 就是non-excludable OK 我们要排除 陪他排他 OK 所以呢 呃我就有这个诱因freeriding 所以发生的事情就是有freerider problem 我想要freeride别人的contribution 别人捐钱就好我不捐 那最后我还是可以享受这个好数 所以方程就不会捐 那government可以怎么做呢 government的话在这个case里面如果知道这些数字的话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 呃 每一个人tax7块钱 对吧 每一个人就收7块钱的税 然后 呃 就给这个建造商他就盖了一个 fountain然后大家都觉得OK 反正我被抽了7块税可是我也想收到10块的好处 所以我觉得合理 就解决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呃 government can sometimes help OK 就是这边说的government can remedy remedy就是拯救了OK remedy的freerider problem 为什么OK 所以只要total benefit of a public good 超过他的这个成本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case 他就government基本上就是直接provide这个public good 刚刚的例子其实就是说他也可以直接盖这个喷泉或是他hire这个 government本身不会盖喷泉他总得找人来承包这个 案子 所以他还是找这个建造商他来提供这个public good 可是这是刚刚在我们这个理想的世界 真正这件事情最困难的是什么 是这个measuring the benefits usually difficult 这件事情 OK 就是我实际上不知道这个fountain对每个人价值都是 而且事实上每个人价值也不一样 有人可能觉得有fountain 比如说他就住在那个要预定该喷水池的旁边 他可能觉得这个会有很多青蛙跟蚊子 然后他们不喜欢 所以对他来说fountain的value可能是负的 那他被抽税 实际上政府不应该抽他税 政府应该甚至是补贴他 只要所以我们还是符合第一件事情 total benefit is cost 就我们可能牺牲那附近的人 比如说或是另外一例子是这个焚化炉好了 焚化炉就是牺牲的住在焚化炉周遭附近的居民 对吧 可是total benefit一定是比较高的 因为整个城市不可能不烧垃圾 不可能不解决垃圾问题 那所以这total benefit是比较高 那我可能就是补贴这些人对其他人抽税 举例来说 但在case里面可能我还可以明确的定义谁是benefit show 就谁是拿到利益的人 谁是当受到损失的人 因为就是空气变造那些附近的居民 可是有一些case他可能根本无法辨认谁是有利益的谁是没利益的 比如说我盖了一个路灯 我盖了一个路灯 请问我怎么知道谁会比较常用那条路 也许有人不常用那条路是因为 路灯 永远都有一两盏坏掉 都是都是那边都坏掉了 没有路灯 所以我不走那里 也许盖了路灯之后就有人走了 所以没办法拿past data去预测未来的 行为 谁会比较有利益 谁会收不到什么利益 这件事情很难判断 这就是providing public goods常见的问题 这也是通常为什么public goods是provide太少 而不是太多 因为政府很难预测的情况之下 除非有什么官商勾结要什么 输利益输送问题 不然 他可以从中赚钱的问题 不然的话 理论上他没办法去预估到 他总是有漏响的benefit 那他就会盖太少 ok 好 那这边要 因为这边提到这个government can remedy 的freerider problem 我想提一个很常见的同学们的误会 就是大家要觉得说 因为government会provide一些东西 会provide public goods 对吧 这边说的是 government can provide public goods 然后government sometimes will provide public goods 但他没有说 as long as this good i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他就是private goods 不是所有政府提供的财都是private goods 会举例来说 各位坐在这边 其实就 承受了一部分政府提供的财 这个财叫做大学教育 因为大家念的是国立大学 其实台湾念私立大学也有拿教育部补贴 所以 假如你有念个大学 你其实都拿了教育部补贴 这个教育部补贴其实是政府提供的教育 他每年给中央大学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反正很多钱 这个钱就是他提供的这个 这个财 可是教育是一个private goods 什么是private goods 回告最基本的两性质 一个是excludability 今天大家在那边上这场课 我没有能力把没缴学费的 的同学排除出去 假设我check这件事情 显然我是有能力的 对吧 或是说 外面突然来了一个 这个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主要怎么发生 我以前在 大学听书的时候还常见 就是班外会突然出现一个大叔或是大妈 然后他就突然坐在后面开始上课 然后他上课的时候还会举手问老师问题 这种就是他想来这样偷听课 他想freerate就在课 原来说他不想付学费 可是他又想听这个课这样子 好 理论上这些都是可以被排除的 所以他其实有excludability的性质 再来是rivalry 就是这边讲的 一样其实是要看怎么定义的东西 可是基本上这个教育政府提供的教育证 这个经费 你用了一点 别人能用的经费是不是就少一点 这个现实 对吧 所以政府提供这个教育的东西也是rival的 他既rival又excludable 所以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private goods 可是政府提供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是因为教育有什么 公共利益什么之类的 which is probably true 就是 但这个看的着眼点是因为教育有一些上次我说的positive externalities 不是因为政府 这东西教育这东西是因为是一个private goods 常常有人在讲教育是公共财 然后接下来讲一串 论述是based on这个教育是公共财这件事情为真的假设 然后讲一大串的这个文章 这样基本上这文章就可以不用看了 因为他的前提假设就错了 就是后面都没什么看 这边讲两个这个非常重要的private goods 然后通常是政府在提供的 一个是national defense 就是国防 这个是美国的数字 当然台湾没那么多 但是也很多 台湾好像是 我前年听到的数字是100 几年内我们好像花了100亿 我不在确定那个数字 反正也很多的对 但是在美国是744个billion 在2017年的数字 川普上任之后应该是花了更多 所以到底花了多少 这个 那obviously everybody都同意说 national defense 是public good 而且是重要的 那可是那为什么政府 那大家既然都同意重要 那为什么要政府来提供 就是因为 刚才说public no national defense 就是既不能一处别人 又不能 又没有敌对性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让私人厂商来做 他绝对是做太少 因为他觉得说我做我现在建了一套飞胆系统 我又没办法跟每一个人都收费 对吧 那就会产生 或者说我很难跟别人收费 那就会产生这个提供太少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跟我有关系 就是这个basic research 就是一些基础科学的研究 这种基础科学就像我的研究 就是科技部计划赞助 为什么科技部要给我钱赞助 就是这还是也是纳税人的钱 为什么要赞助我做研究 那我做研究 做得好 理论上我会比较 我可以升等 可以拿比较多薪水 这我自然有一个诱因要做这件事情 那可是 问题是这个 basic research就我刚刚说这个性质 就是说我做这些basic research 我把这个文章发表出去之后 这个东西 本身是non-excludable 我不能 让某些人不用我这个research结果 那同时 有人用了 不会减少别人可以用这个知识 所以我在做如果政府没有补贴我的话 我会提供太少这样的research 你换一个角度想就是 我没办法阻止别人freeride 你就是假设今天我的research 可以被patternize 就没有这么大的问题 假设我今天可以 说我的research 假设我做一个research 然后就可以申请专利的那种research 那我接下来就可以靠这个专利赚很多钱 那你就不需要政府补贴我 我只要觉得这个research有潜力 成为一个很好的pattern的good 那我就会 我就已经有逐大动的内在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ok 这就是 这个 差别这样子 然后第2个举例的是这个 跳过了 没有 他这边举例的是这个对抗贫穷这种问题 那反正举例 这边举例的是这种 Warefair system Food stamp 就是 Food stamp 就是说给人民一些那种 食物兑换券的 就是不直接给穷人钱 而是给他一个换食物的 的券这样子 ok 他现在可以拿去换食物 或是这种 government housing program 这种的话就是 为什么也是pupply good 就是 一样他提供这样的东西其实 他的好处beneficious 谁 其实 不是只有这些穷人而已 是全国人民都受利 为什么 因为 一个国家如果 有些人非常穷 这个社会很难安定 很容易动荡不安 对吧 所以 政府做这些事情 事实上是全民都受益的 而且你没办法 exclude别人受益 你让贫穷减少 就是全部每一个人都 国民都受益了 ok 那 再来就是 也不会说 因为他花这个钱下去 你就 有人在这个program里面 Rival的话看怎么定义啦 就是generally speaking 花这个钱 没办法 就是 就是 这些受益的人 并不会 就是 多一个人受益 就 多一个人 就移民到台湾来 那这个fighting poverty program 他就让别人少 拿到了一点这个好处 ok 所以 一样的这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政府 通常会提供 好 那 我们刚刚 前面 在考虑那个 Fountain的example的时候 我们算了一个很简单的计算 就说这个benefit是10乘1000是1万 然后这个cost呢 就是很简单就是7000 因为这个建造成了700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benefit大于cost 对吧 然后就说这个东西应该干 这个流程基本上可以 很简单的流程 通常是更复杂的 这个流程就叫做cost benefit analysis 在这边写 CBA这个cost benefit analysis 我们刚刚做这个cost benefit analysis很简单 我刚才也说过了 限制的问题就是这个cost benefit analysis很困难 ok 所以政府实上要决定的事情很多 他要决定 什么样的public goods应该被provide 那到底要provide多少量 这都是需要这些cost benefit analysis 就是举例来说 台湾这个前阵子在谈那个高铁延伸到宜兰的案子 大家有听过吗 有印象吗 大家都没听 反正总之应该 有没有住宜兰的老家在宜兰的同学 没有全班没有这么巧 anyway反正就是 要从南港站再往宜兰那边沿 然后都说了好几个方案 这 各种方案的考量其实就都用到了这种cost benefit analysis 再来就是要不要提供到底该不该盖与否也是用了cost benefit 就是盖去之后效益是什么 成本又是多少 当初盖雪山追悼其实成本这块就低估了 因为没想到雪山追悼会那么难盖 这就是在前期可能都会做错一些抉择 所以为什么cost benefit analysis很困难 这边就是刚刚我讲的一些什么 estimate total cost benefit 然后 然后常常你是没有一些直接的price signal to observe 因为你要考虑像比如说盖交通网路这件事情 盖高铁 我怎么预估说未来对比如说宜兰的发展可以产生多少好处 这东西没有一个直接的价格在上面 这是困难的地方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common resources common resources的话就是记得他们是not suitable的 然后但是它是有rival的 那所以呢 没办法让别人不用 所以freeriding的问题就很严重 我刚刚说的这个 你你的这个宿舍设一个冰箱的饮料就是这种common resources 如果你没办法阻止别人用 那显然你有人去喝了饮料 别人就少喝一杯 所以是rival ok 那 那自然就 没有什么incentive 就是 提供者没有什么incentive提供 像我刚刚说的 你冰箱你就不太愿意放饮料在里面 因为你提供你都被别人吃掉 ok 那 government的 government的role一样就是想办法provide 这是其中一种做法 ok 就是刚刚说common resourcesarrival in consumption 所以 在这个角度来说政府的角色就是 政府就是 ok 刚刚我说这个 public good的问题是provider会provide太少 这边也是provide太少 那可是呢 另外一点就是使用会太多 因为你没办法 execute别人嘛 然后又又但是有rival的问题 这边前面但是没有rival的问题 所以 很多人用也不会怎么样 那这里就是因为很多人又想想想一个森林里面 这刚 课本举这个例子是森林里面的路 你序列一条路 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就是可以卖一条路啊什么的 那你进去 你你也不能阻止别人都同时去录这个列这个路 大家都可以列路 然后呢 这个 但是 事实上 录列的就越来越少 对吧 那这个状况之下会才 结果 就是 会过多的人列路嘛 那过多人列路的结果就是路会 可能会灭绝啊等等的问题 大部分的 什么野生动物啊或等等的都是这个问题 都是没办法阻止别人去消费 去捕猎 那government的肉就是减少他的这个overuse的问题 好 那我们通常都会 讲经济全面一个很有名的term 叫做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这个commons就是指common resources 那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只要你有这样的common resources最终都会overuse 就是用的量会是undesirable不希望的量 那 这边举了一个例子是这个中世纪的这个城 那 一个养羊的这个城 这样子 那这个羊 这边的话 反过来是羊在利用这个草地 羊吃草长大嘛 那每一个牧羊人呢 每一个牧羊人都想要多养点羊 因为多养点羊就多赚点钱嘛 对吧 可是他考虑的利益只有他自己 可以多赚多少 所以他就会尽量多养点羊 那 这个这里的common resources是这个草地 那问题是草呢 这个那他又不能阻止别人来吃这个草 别人的羊来吃这个草 那就造成 大家都想办法越养越多羊 越养越多羊 大家就羊就吃这些草 草最后就 枯竭 那最后就是 也没办法养羊了 因为草都没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说是一个tragedy 或是公海的鱼也是这样子 为什么鱼会有滥捕的问题 也是因为是你没办法阻止别人捕鱼 然后 又 那补多了又有鱼会减少 就是这样子 那这里的关键就是这个social跟private incentive 是不一致的 private incentive就是 我用这个草地是免费的 我列这个路是免费的 那benefit又是很大的 因为这列一条路我可能 一只这个野生的鹿 把他的鹿绒啊 然后 呃什么什么 内脏啊 或是肉啊 皮呀什么的 卖卖可能好几万块 对不对 好十几二十万都有可能 那 这利益很好 对吧 那social的incentive呢 social incentive是希望这个路 不要灭绝嘛 那才持续的可以永续的使用 那这个草地不要被羊吃光嘛 那这两个利益就是 呃 不一致 那 一样这边是有一个negative的externality 就是我用了之后 我用的时候我只考虑到我自己的好处 我没有考虑到对别人的影响 所以这也是一个外部性 那这是一个负的外部性 因为我用了之后别人就只能 少用一点 那对这个 就是说而且我用的时候 好是少了一点 没错 但我没有考虑到对别人来说 草也都少了一点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我 使用的太多 所以就会导致overuse 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一种negative的externality ok 那possible solution 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管制 就是说每一家只能养特定支数的羊 那可是这就跟这个之前我们讲这个 污染管制一样 你直接去限制每一家的污染数量通常不是一个好做法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y by taxing sheep 就是一样抽税 假设我能知道这个一只羊对这个草地的破坏 totally来说对整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多少 就像我们今天做那个robot的实验robot dog的实验 我就对那个养羊的人克每只羊的这个羊投税就好 ok 那 再来第三种做法是有点像这个这个排放那个碳排放权的一样 就是我用option就是竞标的方式去卖这个养羊的权利 或者这边讲的是说number of sheep grazing per me 就是你你羊可以吃几多少的土地了 你可以用多少土地来养的一样 或者是你可以养多少只一样概念上差不多了 好 就限制你的有这个permeet的方式 那对我来说这个我不想养那么多只养 我就把这个permeet卖给别人 那就像上次碳排放交易那样子 记得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之前说那个污染的问题其实很类似 都是一个负的外部性造成的 所以解决方法看起来都很类似 那第四种方式上次我们讲是cost theorem 就是说给财产全球可以解决问题 这边也类似 如果我让这些land的变成private的owned property 比如说我就这样把这个土地就分出去让大家使用 让大家说这是你的地 这是你的地 这是你的地 那当这是你的地的时候 你在上面养羊 你会不会care这个草地未来会不会枯竭这些事情 现在你会吗 因为你想要长期的有经济力不是现代羊很多羊把草吃光了 然后后来就一毛钱都赚不到 所以你就会开始 确保你的羊的数量不要太多 在这个case里面其实就让你的这个private incentive 跟public的incentive 在这边public就是你自己 因为你在那个小土地上你就是唯一的owner 你就是public 所以你的public的incentive跟你的private incentive就align 就同一致了 所以就解决了问题 像这个上次讲的这个clean air和water污染的问题其他就是 again他是一个negative externality的问题 regulation就是 其中的regulation或上次我们说的这种corrected text 那如果是一个堵塞的路呢 他一样是一个negative的externality 那这个externality就不是pollution 他是congestion 就是我在上面堵塞的时候造成别人开车 也多堵了一点 所以呢 一样你要嘛可以用corrected text charge这个用路人 OK 就是考量到说你去用路的时候 就是你去开车 你开上高速工作的时候 开上路的时候 你没有考虑到你造成别人堵塞这个影响 你是考虑到你自己堵塞程度 跟你你想要去哪里这个benefit 你少考虑到了你造成别人堵塞的问题 所以我tax 那这可以是tax per driver 也可以tax是一个rushing hour 就认为说只有这个 尖峰时刻 还有这个tax的必要 因为才会有这个 就是太多人在开车 就是造成别人堵塞的问题 OK 另外一种上次我们其实也讲过就是直接对汽油抽税 上次我们讲汽油各种不同的externality 其中一种就是这个 所以对汽油抽税 也是可以一个解决的方法 如果是这个自然资源 比如说鱼 金鱼 鱼或其他的种野生动物的话 海是这个他在那边讲说海洋是这个最不regulated common resource 这个问题其实 问题主要就来自于国际工法 或者海洋法 因为我们就讲了很明白就说某些地方是公海 公海意思是没有人管 我刚刚就说了 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 你这样那个 海是某一个地方所管的 举例来说假设 最小的单位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渔船就在某一个渔场 这个渔船就是 卖给你政府卖给你这个渔船就是你的 那你想要会care这个渔船这个 永续问题 当然这个有时候很难定义 因为你渔船看是多大 那海洋是连接起来的吗 又不是说你的渔船就你的渔船你保护得很好 别的地方要是保护不好 你的渔船就也都都会可以维持住 这个很难说 那当然那也就是海洋这些特性 所以让他很难去管理 所以是需要一些国际的合作啊 然后而且很困难去真的inforce 这些 agreement 就是大海茫茫的 对不对 你开一条渔船去偷捕鱼 就是说像那个捕金船那种偷偷捕金的 你没办法阻止他 你很难阻止啦 因为他去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嘛 所以这个解决方法有时候就是有所谓的 fishing and hunting licenses 这个在台湾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 但我在美国的时候 因为我读的两个学校都是那种 不是比较中西部的城 所以反正都是比较周到附近 很容易就接触到乡下的地方 所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那个超市啊 都会卖那种打猎的执照 跟钓鱼的执照 那执照也不贵 那执照可能就是什么十几块美金 20块美金 你就有今年打猎或是捕鱼的权利 那你去捕鱼的时候 就你去钓鱼啊 不是捕鱼啊 我们不捕鱼 就去核钓啊 或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拿你就要拿随身带这个证照 那可能随时就遇到警察来检查一下你 那这个做法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样去限制可以钓鱼的人数 他只要发的license不要太多 当然很多人想要钓鱼怎么办 但是license价格就会上升 那有些人就补买这个license 那或是呢 我直接限制fishing 或者hunting 只能在某些时候做 不过这个通常没什么效 因为那我就会变成在这个特定的season 我就大不特普这样子 所以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或是其实常见的你去钓鱼 台湾通常是用这种方式限制 台湾没有钓鱼执照的问题 但通常你去 你有在钓鱼的钓客都知道 就是你钓到比较小的鱼 你就会把他丢回去 那也是让他资源可以比较永续这样子 或是直接限制说 你可以杀几只Animal 这样子 比如说你有这个执照 可是你一年只能杀几只这样子 类似这种设定 时间还够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Active Learning 这也是大家 你们这个世代应该很熟悉的东西 就是Social Media 不过上面讲的这个 可能你们现在 你们都没那么常用 反正你想象一个 你现在会用的Social Media 那种search网站 你看他这边举例是Facebook Twitter或YouTube这样子 OK 那第一个问题是 想一下说 Social Media 为什么它是一个Common Resource 也就是说 你想一下它 它为什么符合Common Resource 那两个关键的定义 要都符合这样子 那第二个问题 想一下说 你在用这个Social Media的时候 然后你有没有需要去面对这种 或是处理这种 你不需要看到的别人的行为 而且别人的行为造成 这边简单的时候 它是说别人的行为 有没有造成你的一个负的效用 对别人的行为有没有一个Externality OK 那你认为这个Social Media 这些Provider 就是Facebook的老板 Twitter的老板 YouTube老板 他们应不应该就是管制他们的使用者的行为 OK 那如果不是 如果不应该的话 为什么不应该 如果应该的话 为什么 那我给大家 自己想一下 那应该都有使用这些经验吧 应该自己就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想 想到35分 然后给大家 三分钟时间再讨论 先自己想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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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现在跟收招同学稍微讨论一下这三题给大家三分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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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这个 记得Rival定义是什么 我使用了别人就少使用一点 对吧 在这个 这个 social media的case是指什么 各位可不可以想到一个例子是 你在social media上做了什么事情就造成别人使用这个social media就少了一点 都想不到 都想不到 你不是应该都是这个social media的什么原住民之类的吗 就是从小就在用social media长大 这其实有很多想法很多讲法都通了 那课本给的例子是这样 课本举例是说他吸引了一些人或是一些人或是一些组织 比如说在facebook上面你滑过去你的资源看到的是什么就看到一堆广告 还有一些一些人可能意见比较强烈的人不管是政治上的意见或是或是比较喜欢贴长辈图的比如你爸妈之类的就放很多东西在上面那就直接排挤了一些其他人的使用你看到东西就少了你看到你想看东西就少了这其实也是一种rivalry 就他的使用造成了别人的使用也想要传达一些理念然后是发表一些他意见的人他使用量就少了 这就是一种一种rivalry 好那后面两个都是比较经验讲经验分享型的就是这总有了吧就是你 你就是有需要这个对应到就是deal with别人的这个你不想要别人的行为的这个不想要别人的行为的这个不想要 他的行为是什么举例来说 就你在social media使用的时候你看到我们行为就觉得说天哪他怎么会这样子 是什么总有遇到过吧 我给你回答 后面那个口罩三人男生组就你们就你不要回头看对 你最近是social media使用的时候你看到别人让你觉得很不开心的行为是什么举例来说 言论太过偏激 ok 那你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外部性问题吗 怎么说 他让你感到没有很远 但外部性的重点是什么什么是外部性 定义是什么 定义是什么 这应该是上次的作业吧 今天交的作业而已 外部性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定义就已经错了 因为外部性可以正可以负所以不一定是减少 所以如果by the way如果你作业写这样就就没有分这样 好 那不是重点啊 呃 外部性的重点应该是你的行为 你在一个transaction中的行为 在这里就是他po一个偏激的言论这个行为 他这里 他可能有某他想传达的 他想传达的某一方 可能是一个某一个对象 他可能在跟别人争论 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行为 他没有预期到会影响到谁 或是他打算传达的地方可能有包含到你 可能他是发一个public的po文 的确有要影响到你的意思 他就认识你 他想要影响到你 可是因为他发一个public 所以还影响到了一些其他 他根本本来没有想象到的人 那这些意料之外的 他自己想象之外的影响 这种就叫做外部性 不管是正还负 可能你觉得偏激的言论 别人看了会觉得很爽 对不对 所以这也可能其实是正的外部性 但也可能是负的外部性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case 就是偏激的言论 ok 好 那 根据就是说 举例来说有人会放偏激的言论 或是 这个我还蛮压抑 没举这个例子 就是这不是 美国选举或台湾选举整天在吵这个吗 就是fake news 就是假新闻 对不对 那这个假新闻这种事情也频传 这也其实也是一种 undesirable的行为 对吧 那像这样的行为 因为有这些行为 你觉得这个social media 这个facebook twitter应该去管制吗 比如说 推的就做一些管制啊 其实facebook也有 推的都facebook都有 facebook如果你尝试在上面放一些什么 你支持ISIS的言论 就是那个伊斯兰国的言论 或是你支持恐怖主义的言论 你很快那个post就被拿下 或是你放一些就是有漏点的照片之类的 你也很快就会被AI自动拿下这样子 99%的都过不了那个AI审查 就直接会被拿掉 那twitter的话就是很有名的就是 那个最近那个川普不是还整天在po文说 他没有输这个选举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推的就在下面加一句说这个信息是没有被证实的 或是这个讯息是有问题的 那这就是一种管制 他就是加上一些管制 那你觉得这样的管制是应该的吗 觉得应该的举手 觉得应该有一些管制 好 那觉得不应该要管制的 从比较少的同学先讲好 你为什么觉得不应该要管制 像是你觉得 那是呃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好这也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啦 就是说当social media量体很大的时候 呃其实要做这些管制 就是他其实不是用人在做管制的 他也有用人 但是人能做的比例就很少 所以他一定也用AI在做 高益菜那个case勞作我没有听过 但是我的猜测 我的猜测 八成是那高益菜照片看起来像什么 然后呃他的管制 他的管制AI就是刚好就是出错了 那如果你对AI有任何了解的话 你应该知道AI不是万能的 而且AI的准确率是不可能达百分之百的 总是有错误 那呃所以我我个人觉得 对就是你说这个case听起来比方说 他有时候你听起来你说的比较不像是他 其实你你描述的 虽然你一开始说的是说 你觉得他管太多 ok但我听起来比较像你讲你想讲的是 他有时候管会管错 他会把一些不该管的也把他当作是违规的 然后把他ban掉 那呃我个人觉得 如果是回归到这个是否被ban 是否会误ban的问题 那这就跟呃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司法体系是类似的问题 因为司法体系always会误判 ok也会把有罪的人判无罪 也会把无罪的人判有罪 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不可能完美 用人判不可能完美 用机器判也不会完美 那也也不会因为我们今天什么变成了陪审团制 还是什么参审团制就变完美不可能的事情 好 只要有一个司法制度在那边就一定会发生这事情 但我们要不要司法制度 我觉得generally speaking还是benefit大于cost 所以我们要 那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的话 他还是需要管 但如果你说的是呃真的确实有些时候他你觉得他管太多 比如说呃可能他管制的一些呃在某些国家是中性的言论 可在某些国家激进的言论 那这东西要不要管 这就是那通常他会是一个全球性的政策在管 尤其是英文的post的话 他通常是一个AI的审查说的东西 他当这时候到底应该管这其实确实是个问题 好 呃 大家我我第一堂课迟了5分钟到10分钟才上 大家再给我5分钟时间最后讲一个东西 是这个importance of the property right 事实上这是我觉得你在学common resources的时候 呃以大学生的角度 因为前面东西其实你应该都在高中听过了 ok 那大学的角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应该最需要学到的关键 也就是说有时候其实是财产权 有没有定义清楚的问题 那我前面讲过了就是说这个渔场或这个森林 如果是某一个人拥有的渔场或森林 常常就没有这个common resources的问题 好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看一个这个 本来应该让你们自己想的 可是我就跟你们用讨论的方式再讲 好 假设呢 就是在这个case里面呢 你看了一个这个国家地理频道吧 的一个这个纪录片 你发现说这个肯亚坦尚尼亚跟这个乌干达 他们的国家是说 他是非洲国家这应该大家知道吧 非洲国家呢说就是 杀这个大象是违法的 尤其是杀了大象取他的象牙去卖 这是违法的 那其他的这个其他一些国家什么布 布斯瓦娜什么马拉 马拉威吧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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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新巴尾就是新巴尾这些国家 可是 他让这些人合法的去杀 Elephant OK 那可是呢 你要合法杀就是那个大象要是你的 或是这一块土地要是你的 那这个土地上的大象你可以杀 OK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西跟大象的差别 那鸡跟大象同样都是动物嘛 对不对 他们 哪里一样哪里不一样 就我是说从我们这张的角度讨论 当然知道他们长得不一样 我这张讨论两个一个材有什么样性质 两个性质 Rivory跟Excelability 对吧 在这些case里面 鸡 能不能exclude别人 可以吗 我卖鸡的人就 我卖谁 我卖你的就不卖别人 我可以不设一个高价去挡别人买 那里面有rival的问题 就是你吃了就没了 所以鸡一般的鸡就是private good 大象呢 问题在哪边 就是没办法exclude别人吗 野生的大象大家都可以去偷盗猎 没办法exclude别人 所以它是一个common resources ok 那 请问是大象快灭绝了 还是 这边打错字 是奥尔才对 还是鸡快灭绝了 大象吧 没有人会觉得鸡快灭绝了吧 对不对 那可是请问我们一年杀多少只鸡 大家可以猜想一下台湾一年杀多少只鸡吗 可以大概估算一下 你可以这样想 你平均一天 你平均一周吃多少只鸡 一整只大概量 可能一个月两只好不好 假设你用这种估计量 那你一年你就吃24只鸡 台湾有2300万人 假设平均是这个数字 好我们再砍半好了 一年就10只鸡 砍半再砍一点 一年就10只鸡 那2300万人平均我们一年要吃2亿 对23亿之鸡 对不对23亿之鸡 对不对23亿之鸡 对不起 10只所以2亿3千万之鸡 OK 那你觉得大象有杀这么多只吗 起来没有 可是为什么杀比较多只的没有被灭绝 没有在灭绝 关键是什么 那怎么样可以把大象变成鸡 把大象这个材变成更像鸡这个材 其实就是我刚刚说这种property right的问题 简单来说 像第四个问题是问说 请问哪一边大象的数量在增加 那答案是 其实是下面这些允许人杀大象的地方 大象数量是这样的在增加 因为当我只允许你杀你领地内的大象 你还是想赚这个Ivory的钱 可是你不会这个象牙的钱 可是你不会只考虑到今天我想赚这个钱 我还考虑到未来 我有这个property right 我未来还可以再杀更多大象 OK 所以 以这个角度你如果是纯粹的考虑大象 这个species能不能保存下来的话 那的确是用这个角度 就是你应该让大象是某个人所有 或是某一块地是 这些大象是某个人所有 或是卖auction off这些权利 那这样子其实大象才会像鸡一样 那其实像鸡一样呢 后果就是什么 就是会死更多只大象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有一个trade off 就是看你觉得哪件事情比较重要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